乌达木老师都是我们内蒙古的 都是 我怎么说 不仁老师和我们的小乌达木 他们都 今天喝醉的不止我 对 我也紧张 非常的 我作为呢 又是他的干妈 又是不仁老师的妻子 我非常的荣幸呢 给他们俩做这个策划 他们俩的专辑 我在这里介绍一下他们俩 他们俩呢 都是来自于我们 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不仁老师呢 多年一直关注我们内蒙古的 生态环境 环境 还有呢 我们的蒙古族的民族文化 这么多年 他一直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而且大家看到 他们俩的那个色调都是绿色的 大家知道 不仁老师是这么多年 一直是真是关注 家乡的这个绿色环境的事情 还有一个呢 我们的小乌达木的梦想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吧 对 乌达木呢 非常好的自己的梦想 他发明一个墨锁 找个地方 今天可以点在广州 把我们的全球变成绿草 绿色绿草 所以呢 我的 作为我的角度 他们是永远是 关注绿色的两个人 还有一个 大家知道 色彩上看一下 我们的乌达木是 前绿色的 大家那个专题看一下 不仁是深绿色的 因为不仁是 比较沉稳的一个这个年龄了 我们乌达木呢 刚刚从那个内涯刚刚长出来 所以呢 他是前绿色的 我们不仁老师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 所以他是深绿色的了 所以这就是我的 一个对他们俩的颜色的一个 他们俩的追求 他们俩的梦想 他们俩做这几年做的事情 还有一个他们的 不仁老师的专辑里面的 收的很多歌都是跟草原 非常有话题的 非常有关系的一些作品 对 还要透露一下 就是等会儿呢 不仁老师会带上 这张专辑的主打歌 对了 先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 对 还有我们的小乌达木呢 年纪比较小 才十二三岁 他呢 作品呢 选的是 唱给妈妈的 献给父亲的歌 而且他是来自于草原的小王子 他呢 特别喜欢他的妈 所以呢 选择妈的作品 还有呢 他的一些 非常有 有 轻快的一些作品 全入在他的专辑里面 这就是乌达木的风格 我觉得乌老师也是一个 非常用心良苦的一个人 能够从生活的一些细节 包括他们的梦想 然后从这个角度呢 去 构思了这整张专辑 对对是的 那从音乐方面呢 我要问一下旁边的 是 其老师了 这无论是乌达木也好 无论是不仁老师也好 这两张专辑对您来说 怎么样 有一个点 跟大家强力的推荐 就是必听的歌曲 我个人比较喜欢 不仁老师当中的这个 有一首叫月夜的一首歌 非常浪漫 我把它当时听到小样的时候 我把它定为叫草原小夜曲 如果大家手里有专辑 我非常推荐听那首歌 我为什么没有推荐这个 上来没有推荐这个主打歌呢 因为主打歌大家可能都知道 我相信大家回去肯定会听 所以我特别推荐当中的这个月夜 另外呢 乌达木的专辑我就不说了 大家都很了解 很经典的就是《梦中的阿景》 另外呢 其他的他也用母语演唱的 虽然可能语言我听不懂 但是呢 他里面那种天然的那种感觉 还有音乐性 还有孩子的那种纯真 我想大家应该能从歌声中体会到 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推荐 对 都已经强力推荐完了 我们现场的朋友们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专辑买不买 好 非常感谢我们这四位主创 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位老师 那接下来呢 从这边可以休息一下 好 那接下来呢 我要请 我要请我们的婚人老师和乌达木呢 继续留在台上 接下来呢 我们要稍作 轻松一点吧 我们玩一个互动的游戏怎么样 好 因为呢 我知道 蒙古语对于现场的很多朋友来说 我们的女人在家 Sedan 就可以找到了 Hollywood